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是我Michelle,我是加拿大的注册护士 那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巴氏图片 和盆腔检查 那这于许多女性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筛查 所以我将解释为什么女性需要做这些筛查 她们是什么,如何准备,检查期间会发生什么 以及关于何时开始和女性应该多久做一次的一些建议 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好了,那我们先开始聊一下宫颈癌 Cervical Cancer Cervical Cancer Cervical Cancer 所以子宫颈,也就是Cervix,是子宫Uterus的下部 它通向阴道,Vagina 第一个是Vagina,阴道 第二个,Cervix,宫颈 第三,Uterus,子宫 第四,Fallopian tubes,输卵管 第五,Ovaries,卵巢 那宫颈癌是一种疾病 子宫颈的细胞会变得非常的不正常 也就是Abnormal 而且呢,它会不受控制的生长 那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与有这种病人的人 与有这种病毒的人进行性接触而感染到HPV 那HPV的病毒有很多类型的 并非所有类型的HPV都会导致宫颈癌 Cervical Cancer 但是呢,男性还有女性都可能可以得到感染到HPV 那目前加拿大有两种疫苗 Vaccines被批准用于预防某些类型的HPV感染 所以为什么要做筛查呢? 因为宫颈癌筛查可以帮助医生在宫颈癌发展之前 发现并治疗宫颈异常细胞变化 那这些筛查可以作为膨腔检查 也就是Pelvic Examination的一部分来进行 那我们接下来会 等一会会聊一下Pelvic Examination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图片看到 这个就是正常的宫颈 然后这个就是不正常的宫颈 有异常的细胞变化 好了,那宫颈癌的筛查测试有哪些呢? 主要有两个 那第一个就是Pep Test 巴氏实验 或者也被称为巴氏图片 Pep Smear 那我们是通过采集宫颈细胞 来验测宫颈中是否有异常细胞的一些测试 然后如果我们发现有异常细胞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 来试图防止它发展成功颈癌 那在加拿大巴氏实验是最有效 还有最被推荐的功颈癌筛查实验 第二个就是Human Papilloma Virus Test 也就是HPV Test 那中文就是人乳头流病毒的测试 所以这个测试是可以找到某些可能会导致 的高风险病毒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HPV16还有18型 那这两个筛查的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的采集方式是非常相同的 都是要从子宫颈收集一些细胞 所以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实验室的测试 那巴氏实验是寻找异常或者癌前的宫颈细胞 HPV Test是寻找可能会导致宫颈细胞变化的一些病毒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了HPV可能16还有18型 那我们应该选哪个呢 所以你的医生是可以帮你来决定 哪种筛查方式最适合你的健康要求了 而且它也可以帮你们找到你所在地区的一些宫颈 HHH的测试 好了那我们应该如何为PAPSmear进行准备呢 那为了确保我们的PAPSmear的效果是最佳 我们需要在做巴氏图片的检查的前两天 应当避免性交也就是intercourse 避免灌洗阴道dushing 或使用阴道内的药物 也就是英文的vaginal medicines 或者沙金子泡沫剂 spermocidal foams 霜剂 creams 或胶洞 jellies 因为这些可能会冲走或者掩盖异常细胞 而且最好呢是尽量不要在月经期间 mentral period安排巴氏图片检查 原因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准确 好了那在PAPSmear期间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PAPSmear一般是在医生的办公室进行的 只需要几分几分钟就可以做完了 所以医生可能会要求你脱光衣服或者只脱你下半身的衣服 你也可以就是要求在检查期间有一名女护士在房间里面陪你的 你也可以要求你的伴侣或者一个朋友在场 所以呢在检查期间你需要仰卧在检查台上 也就是examination table的上面 然后你的膝盖会弯曲 你的脚后跟会支撑在脚凳上 stirups 所以医生可能会跟你说 Oh can you please put your feet up on the stirups Can you please lay back on the examination table 接下来医生会轻轻地把一种叫窥气 也就是speculum的一个器械插入你的阴道 那窥气会将阴道臂分开 这样子可以方便医生看到你的阴道还有攻击 那插入窥气的时候可能会在盆腔的这个区域感觉到一种破压感 那可能会让你就是很不舒服 你可以尽量来放松来缓解这个不适 但是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你是完全可以要求医生停止检查的 那然后呢医生就会用一个软刷 一个soft brush 或者一个小刮片 来采集宫颈细胞的样本 所以这通常不会产生疼痛 但可能会发生一些出血的情况 所以女性应该多久进行一次宫颈癌筛查呢 那在BC省是建议25到69岁的女性每三年接受一次筛查 所以25岁以下的女性是不建议进行常规筛查了 25到69岁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年龄阶段 就是建议每三年进行一次筛查 但如果你是70岁以上的女性 而且你在过去的10年中连续有三次阴性的巴士检查结果 那就不再需要继续做筛查了 如果你没有定期做筛查 请继续就是接受这个巴士图片 直到你有三个阴性测试结果 所以你的医生也会根据你个人的一些因素来帮你决定 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开始 而且多久进行一次宫颈癌的筛查 好了接下来就是pelvic exam 盆腔检查 那盆腔检查是对女性的盆腔器官 pelvic organs的彻底检查 那这个检查有帮助于有助于医生或者护士来看到 阴道 vagina 子宫颈 cervix 子宫 uterus 和卵巢 ovaries的大小 还有位置 那他也可以这个pelvic exam 可以作为女性定期身体检查的一部分来进行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专门去检查一些有关女性盆腔检查的一些具体问题 所以在这个检查期间你是完全可以要求有一名女护士 female nurse 在房间里面陪你 你也可以要求你的伴侣或者一个朋友在场 所以你可以跟医生说 Oh can I please have a female nurse in the room with me while I do this examination? Or like can I please have my friend in here with me during the exam? Or can I please have my spouse with me or my partner with me in the room during the exam? 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准备呢? 其实你不需要为盆腔检查做任何特殊的准备 但是为了你自己的舒适 可能会希望把这个pelvic exam安排在你经期之外 然后另外一件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检查之前先去小便 这样子你可能会感觉更舒适 那盆腔检查期间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它一般是在医生的办公室内进行的 就好像pap smear一样 而且它只是几分钟 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医生可能会要求你脱光全身衣服 或者只脱光下半身的衣服 然后也可能会给你一个纸或者一块布来帮你遮着腰下 然后呢你需要仰卧在检查台 Examination table上膝盖弯曲 然后脚后跟支撑在脚凳上 Stirups 这样子呢医护人员就可以更详细的就是来看到 而且来检查你的生殖器官 就好像在这个图片一样 那pelvic exam通常包括四个步骤 所以在pelvic exam的每一步 医生都会向你明确的说明正在做什么 这样子你就不会感到任何惊讶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 外部目视检查 External examination 所以首先医生可能会先来检查你的外因 Volva 是否有异常的体征 这可能会包括比如说刺激 Irritation 或者皮肤颜色变化 Changes in skin color 溃疡 Sores 或者肿长 Swelling 第二个步骤就是内部目视检查 Internal examination 所以医生会把speculum 就是窥气插入你的阴道 然后speculum会将你的阴道臂分开 这样子医生就可以看到阴道还有攻击 然后呢就好像我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的话 你是可以要求医生停下来的 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pap smear 巴士图片 那它可能是会被作为盆腔检查的一部分 然后就好像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用个小软刷或者一个刮片 从你的宫颈来采集这些细胞的样本 所以第四个步骤就是体格检查 Physical exam 所以当我们在进行这部分检查的时候 医生是需要感觉你的腹部 还有骨盆部位的 所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bimanual two-handed examination 所以医生会将把带有手套 而且并且之前已经做过润滑的一根或者两根手指插入你的阴道 然后同时呢用另一只手从外体 从体外就是轻轻地按压下腹 所以目标是来检查子宫还有卵巢的大小还有形状 那任何处痛区域 tender areas 或者有异常生长物菌 unusual growth 都会被记录下来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bimanual two-handed examination 然后在这下面呢 就是rectal vaginal examination 另外一种examination呢 那rectal vaginal examination 就是中文的直肠阴道检查 那这项检查呢 它并不总是作为盆腔检查的一部分来进行的 那医生将把一个戴手套的手指插入你的直肠rectum 然后另一个手指插入你的阴道vagina 它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卵巢ovaries 还有子宫韧带 ligaments of the uterus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就是rectal vaginal examination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观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bye